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几天比较累 所以都没有去打游戏 如果要看游戏 或看我的本台的 就去我的抢匪频道观看一下 那这边的直播 完了之后 隔天会放到我的抢匪频道去集中 因为抢匪还是主频道 那 这边就是做直播做分享 因为哪一天会被锁台也不知道 因为YouTube现在管的东西真的越管越宽广 那他们懂的东西也控制了很多 那AI的管理也很多 所以哪时候有一些 状况也不晓得 因为最近有在四几个账号发生的一些状况 他都经验当学习吧 那另外一沙米挂网的那边 就是挂日本东京的频道 那边也是因为好久喔 一两年前挂一个猫咪的 也被警告说什么版权 或怎么样的 我就想好吧算吧 反正我们帮忙他做分享 他觉得不好那就算了 那有些人他觉得他猴嘛 那就可以封锁掉一些 比较没屁用的行道吧 那OK 那我们带路今天要讲的主题 统神 因为我刚刚新闻一看到统神 我就觉得蛮有趣的 那各位观众可以从底下看到我们有连结就热门搜寻 第一节宵殊胜一万笔 统神一万笔 那星星纳迪大师 还有春阳茶室 名字有雪奇免费喝饮料 那还有拜登 才子奇数GBF GPS是必然幻想游戏 收奖分配不均 延上 保底奖励太差 玩家怒商账号 还有喜来登 赵绍康 911 鱷鱼 哈利波特口罩 去认识手卖 综合抗体效价 等等的 那昨天威力财 40共不算久了 等两次共47期才开出史上 高和财金 所以威力财也蛮多人在买的 来个希望吧 那 得到的就是你的 就是这样子 所以昨天50万次 那昨天的话我们大概就是看一下相关的一些新闻 昨天报导的话也被挤到下面去了 那如果有兴趣看的话可以回头看一下我昨天的报导 昨天报导什么有点忘记了 OK那我们今天带入第1个主题 第2主题新Talk NewTalk新闻 NewTalk新闻的一个新闻报导 那一样下面都有相关网址 如果喜欢的观众朋友可以点击下方网址 可以看到更多NewTalk的新闻报导 开选国民党 主席出起刀 卓播源找统神帮站台 第一张照片没有看到统神吓一跳 好吧 由他们的黄建豪台北市报导 那 国民党主席选举 今天 17号 开放 开放 零表第2天 彰化前县长卓播源全网登记 国民党主席选举 17日是正式登记的第2天 各阵营纷纷推出 召壮大声势 那国民党主席 将其成方面 有一群国民党清明公开力挺 尊文总 尊文总统学校校长 张亚中有800壮士 蓝天行动联盟等 资深深蓝团体支持 而 张化县 张化县长卓播源主张跟年轻人对话 直接找来绰号统神的 直播主 张家航帮忙站台 这前任就有人在讲说他有点阵营 现在目前应该看到他是站在国民党那方向 继张亚中上午10点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登记参选后 卓播源也跟着 完成登记 那随后 卓播源于中央党部记者室 再次发表参选理念 有趣的是 卓播源简单开场后 请统神代表年轻人 分享年轻人对政治的一些想法 统神先介绍他的背景 统神先介绍 背景 称他以前完全没有投票过 第一次投票是投给国民党的 桃园立委 万美龄 原因是万美龄的服务处就在他旁边 接着2020年大选总统 投给蔡英文 但不是因为喜欢 而是因为蔡英文的对手是 韩国瑜 他认为韩国瑜是 比较 表演性质的东西 另外 政党票 得为了支持小党投给时代力量 那同团先的说啊 民进党有做得好的地方 例如把基本的薪资调高 发政经券让大家开开心心 他觉得不错 但就现在年轻人在意的是 民进党 卫副部长 陈时中到底有没有 卡疫苗 争取疫苗 到底有没有经历 相信大家都眼睛在看 还说年轻人想是什么 是现在低薪高房价高物价 造成出生率非常的低 因此他也觉得年轻人在意的就是 希望能有让年轻人好好做事 没压力的低房价 让大家生小孩都没有压力 统生更建议2019年开始 反送中开始 手头族被抗中保台洗脑 像他本身就是当时的手头族 2002年的总统大选韩国瑜大败 就是因为200万支持 蔡英文的手头族站出来 而国民党的思考就是要 如何将这些年轻人拉回来 这是我们的 记者黄建豪的摄影 那还有相关联署的延伸阅读 玩家喜欢的话 一样点击下方网址来参考更多更多的相关新 文 第二段新闻是由零和新闻网的报导 一样底下有网址 喜欢的观众朋友可以点击他们的版页 进去收看他们更多更多的一些 零和新闻网的网址 一样由他们记者正伟 报导 郑伯源参选国民党主席邀网红 站台 那他们记者正伟的拍的照片 所以每个都有每个的版权跟拍照 那 这边一样讲的 登记第二天 这边讲的内容应该说是 差不多啦 一样喜欢看这种排版的玩家可以点击下方网址来看到更多更多的内容 可以知道说我们每个记者他们所针对他们的一些整理 排序做出来的一些新闻 才可以看到更多的一些 你喜欢的内容 因为他提出了七个平反一个信念 主张国民党必须让年轻人更了解 你必须了解年轻人的想法与需求 好 那卓伯源表示啊 他要为当年争取国民党提名参选总统的鸿海冲茂人郭台铭 以及当年支持郭台铭的中广董事长周沙康 连国民党主席郝隆斌平反 并会被民进党阻挡的上海复兴平反 帮前总统马英九平反 为中国大陆与有入合同的国民党平反 一替台湾人民平反 那卓伯源说啊 台湾外销经济依靠中国大陆 民进党每天吹牛每天骂 但对岸人 愿意继续会台 浪力 南岸应该多一点交流 少一点敌对 台湾人民需要的疫苗与现金纾困 以及 免于恐惧自由 但民进党听不到人民的声音 所以他还是为台湾人民平反 好的那这边就有很多讯息跟他们刚刚那个新闻不太一样 希望国民党 2020年可达到14加2 再加2 2024年大学 则由专职无私的党主席 结合力量 找回台湾正确的道路 那统承表示 这边刚刚讲过的内容 那真的是一样 好那新闻都差不多 一样喜欢的观众朋友可以点击下方网址来看到更多更多我们的 联合新闻网的一个新闻报导 第三则新闻是Elite Today新闻云 Elite Today新闻云的一个新闻报导 统承痛批诚实中卡疫苗 高房价高物价出生率低如狗 那由他们的记者 徐震瑞台北报导 那讲的东西都 也是差不多啦 一样喜欢看这个版面的玩家都会点击下方网址来看到 更多这些相关的新闻报导 像这边右边还有热门搜寻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热门搜寻 你可以从搜寻排行榜可以看到更多更多你想看的一些新闻 那 在这边还是要跟各位朋友讲啦 其实做分享新闻也是要希望能够帮他们多推广 不然现在年轻人说实在的你跟一些年轻人讲这些新闻网页应该没几个人知道 生活极客说实在的也是因为在这边读新闻看新闻了解新闻之后才会发现到说 我们有New Talk新闻网页 我们有联合新闻网 我们有一天的新闻云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就可以看到说 很多东西你想看想找想了解 都可以在网络上寻找 那生活极客每天利用这点方式 短短的十分多钟 做个分享做个新闻导读 我才知道目前原来国民党在选主席 原来现在在抢高端疫苗 原来现在 有什么样的活动了 所以各位玩家长期追踪 生活极客 获得这些好处 那生活极客一样感谢持续看到最后的好朋友们 那每天我都会找着新闻来做分享做导读 也可以让各位玩家 看到更多更多 相关的一些新闻报道 那今天生活极客的一个分享 统神 那今天分享就到这边 那记得 喜欢订阅点赞点分享 生活极客最后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收看 拜拜